我從小到大看我媽媽 我老實講 我真的懷疑 他是不是傳承那個 你剛剛講的潮山那個地區 我覺得他幾乎 一直擺 一直擺 然後大家 你要回來了嗎 我說幹嘛 我今天要拜拜 所以他每次拜拜 就要傳什麼雞 三聲鼠 雞 有看到 有豬肉 有雞 有什麼 雞 全島要玩玩玩 有個祖先吃素 這個不吃什麼 不吃 他都要記得很清楚 所以他是傳承婆婆下來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什麼清明 什麼過年 親牛媽什麼 他都在拜 她就是拜到這麼生 你這個女兒你知道嗎 真的嗎 請教一下葉醫師 你覺得這傳統上大家接受嗎 對 所以在門診 其實有蠻多老人家 他比如說兒女很少回來看他 甚至媳婦就像剛剛馬律師講說 可能都不讓他探視孫子 所以長期下來 他們產生憂鬱 失眠 甚至很掙扎的內心很矛盾 很衝突 所以這個的確對老人家講是有 有時候是很難接受 可是換句話講把這個三部拿來解析 看一下他的心裡面的層次 其實第一個我們要去記住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某種程度是希望我們所做的一切 被下一代的人所感恩 所以這感恩透過 比如說拜拜來去傳達 其實某種程度也是覺得說這個 我現在我為了這個家付出那麼多 所以可能到我們老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老你知道我過去 曾經對這家裡面付出這麼多 你給我一個肯定 那我們一起做這個記住這個動作 可能是他們下一代人會 就是上一代人期待下一代人 可以有這個心思在的 那我再請教一下葉醫師 你有小孩嗎 有 我有小孩 多大 在工作 工作 男的女的 男的男生 男的要娶太太差不多 太太會這樣要求 可能會 不過我想到一個 這個三部我在想這個事情 因為他不能被畫地自線的人 都是曾經有受過傷害的人 也就是說他是不是曾經在過去 他不管在原生家庭 跟人相處的過程中 他很擔心說別人對他會怎麼樣 或是他做的事情 會被人家所 比如說一舉一動 他所講的話 都被人家去評價 對他來講會很大的壓力 第二個其實我們要去跟人家做社交 特別要跟上一輩的人做社交 這個動作 其實要耗費的一些心理能量 其實是蠻需要能量 如果他本身在工作上面 已經耗費了很多 你叫他說他好不容易閒暇 有一點時間 他要用這樣的一個能量 去做這樣的事情 可能沒有辦法 不要平反 偶爾偶一為之 對 所以換句話說 也許譬如說夫妻兩個人 看看是兒子他比較有能量的時候 應該是兒子去做這個事情 反而不要讓沒有那麼意願 動機沒有那麼高的人 去做這樣的事情 你兒子有幾個 一個 一個 對 那如果你的未來的媳婦這樣講說 我有三步 你會怎麼說 我會先瞭解為什麼 你可以不告訴我什麼原因 你有這個三步 我先瞭解一下 你來看我的證 先瞭解就背後的原因 背後的原因 如果有合理的理由 你會接受 譬如說他今天真的很累 譬如說他這個真的常常很累 我覺得這個階段性 他如果完成了 然後他覺得說他形容餘力 那比較多跟我們社交 那我們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對 不聚餐 就是不要找他一起吃飯 他們希望過好自己小家庭生活就好 不拜拜 他跟我們不同姓 他不要拜跟自己不同姓的祖先 不團圓 就是過年過節 他也不會回來吃飯 也不會帶走 帶他兒子回來給我們看 好啦 那你如果姓呂 那你就一樣嗎 就跟呂的姓結婚 你就拜同姓的啦 這個方法不錯 可是這個可能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比較長一輩的 像鄭大哥 你也算是比較長一輩的人 這個年代的這個成長背景 你會覺得說臨情以利 慎中追悅 知道感恩 其實這個是應該要的 可是你看講說三步 我們當然都覺得不能接受 但是你在下面低卡 因為有很多是年輕的一些 網友 這個網友在裡面 其實有贊成的 而且你會發現 他們現在年輕人的邊界感 很明顯 邊界感的意思就是說 我畫的這個界線 就是我認為我該做的是什麼 我不該做跟我無關的 你少來家住在我身上 比方就有人說 他講得很有道理 因為你們又沒有養我長大 比方說我嫁到你家去 你如果沒娶我 我是我爸媽養大的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跟你們聚餐 再來我為什麼要去拜你家的祖先 我是嫁給你兒子 不是嫁給你們 就是說他的邊界感是畫得非常 就是人家說 那你這樣切刀切得這麼明顯 可是現在的年輕人 他就是這樣想 那你說以我來講 我來講我不要講說 因為我小孩要不要怎麼樣 我把自己當成祖先好了 我來講我自己當成祖先 還很久 但終於有那麼一天 對 其實我自己有想 你知道嗎 你想喔 我們如果是祖先的時候 你會想說 你如果頂多 頂頂多多 你的下一代 你的兒女會拜你吧 可是你會不會奢望 你的孫子拜你 是不是越來越遠 孫子可能有些可能會跟 什麼重要的節日 什麼親民 什麼會來拜你 可是在下一代 其實根本是越來越遠了 所以其實拜拜祖先 到最後對他們來講 其實你也看不到了 所以還不如 像我就會覺得說 我Easy就好了 我可能找一個禪室 然後我就跟在佛祖旁邊 修行還比較重要 我就不會去期待說 我的後代 再下一代 再下一代 會不會來祭拜我 所以你也不期待你女兒來那個 我跟你講我頂多我女兒 到我女兒 我女兒的小孩 我就會不期待了 還更換是他之後的老公 要不要來拜他媽媽 我跟你講我自己就會想得很開 只是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我從小到大看我媽媽 我老實講我真的懷疑他是不是傳承那個 你剛剛講的潮山那個地區 我覺得他幾乎 一次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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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 你要回來嗎 我說幹嘛 我說今天要拜拜 所以他每次拜拜就要傳什麼雞 雞 三三順 雞有夠大 有豬肉 有雞 有什麼 雞 整肚要圓圓圓 有個祖先吃素 這個不吃什麼 他都要記得很清楚 所以他是傳承婆婆下來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什麼清明啊 什麼什麼過年啊 親牛媽生什麼 他都在拜 他就是拜到我生 你叫個女兒你知道嗎 真的嗎 對 這是如何證實對不對 對 如何證實 算學要證實 所以沒有 我是覺得說 但是你知道嗎 有時候你會感覺說 拜拜就是有時候 你會覺得如果你是祖先 你是真的已經誠心的來 這個所謂的聖宗追遠 還是你就是已經變成拘泥於形式 你只是形式為了拜而拜 因為我記得我常常 我就看我媽媽 傳到會起身體 會不會大 會生 臉很吵 我覺得相信這種也沒有什麼意義 你就變成說你是為了拜而拜 為了說我把我的份內的事情做好而已 拜多頻繁 媽媽拜多頻繁 我知道是很多重要的節日 比如說 每天一般早晚 早起時要奉香 燒香 到這個太陽下山之前再燒香 那個是每天一定要的 我早上說的是說 比較重大的 比如說山生 素果 整核很豐盛 我印象中大概就是你看 連我都數不清楚這那個清明 端午 然後還有中秋 中丸 中丸 一定要中丸 葡萄 那也是我們都要這樣 傳到這樣很豐盛 再來就是九九重陽 你怎麼都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對 葡萄 聖誕節有拜嗎 沒有啦 台灣人沒有啦 葡萄 再來就是過年 過年就是除夕要拜 再來提供生 官僑 那個初一到 農曆 農曆 初一到初五 中間的 還要給我聽說 給我聽說 給我聽說 反正都是每天都在拜 對 地基祖 都要拜 對 地基祖 我不拜地基祖 所以我們你看光是我這個 這個年紀的這個應該說 這個歐巴桑 我都搞不清楚了 我仔細知道 媽媽都一直要拜 一直要拜 對不對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